拿着跳绳跟着节奏上下跳动 这是石先生打篮球前必备的热绳动作 经历过一场严重运动伤害 他再也不敢轻忽身体 打一场篮球里面一个变速中 我的脚就卡到了 我现在都必须热绳 我才敢上去 篮球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石先生 身材高硕 占足优势 无论助攻 快攻还是中距离跳投 统统难不倒他 只是万万没想到2018年一场比赛 重创了他的前十字韧带 就是那咖一声宣告石先生十字韧带断裂 两周内受伤两次对于热爱运动的人来说 简直是一场噩梦 好在他接受医师建议 进行微创手术 重建十字韧带 如今四年过去了 即使年过四十 石先生在场上依旧犹如一围活龙 大部分前十字韧带重建手术 都是以关节径 微创的手术做 做一个手术的主流 那重建呢 我们也是大部分都取自己 自体的组织 自体的韧带来做重建 他相对他愈合的状况会比较好 根据统计 女性因为身体结构差异 十字韧带断裂的几率比男性要高出四倍 医师也建议前十字韧带重建最佳时机 建议介于受伤三周后到一年内 而在进行微创手术之后 智障的脚踝 腿部 背部腹肩 也能加速患者重返赛场的时间 重回梦想的轨道 明星星王宣良志祥 台中报道